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他已经金盘洗手 还带我们拆穿这个坎如片局 我研究风水已经差不多有五十年 见名,尖挂,面上一眼看起来是一个人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它是收得很漂亮的 好像滴水位置那样 这个人是比较上听话的 好像我们这些这样,抹开了 这类人是比较反叛的 如果不够饱满是比较粒陷的话 肺体感情是比较差的 看个人的嘴唇 上面这个地方比较厚的人 他的舍华能比较强 管理能力比较强 田人是用他的类籍的经验 统计学里面找到一些这样的秘密 这些秘密传给下一代 你可以用正面的霍角去看他 但是现在这些风水丝最不好的就是用灵界的东西来吓你 电梯房可能在这间屋的旁边 师傅拿着罗奸走到附近的时候 那支针会发来发 但是师傅不会告诉你那里是有一支电脑 他告诉你那里有邪灵 两间大厦中间有一条流流的地方 哇,天斩法这个方位是怎样 你家里会死人 拜拜哪些东西 放些什么振扎 收你几千元栋在那张桌上 心理安慰 师傅进入门口 他第一句跟你说 哎呀,这间屋住了 你夫妻感情不好 你想想 一个人回到家 家里踢满了鞋子 厨房骯髒 那些床乱七八糟 老公也不想回家了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风水先生好呢 其实不是,他口技好 问一个最多人当然是算命 江湖瘸 身药油兼杀地 这个人身上有霸痕 坦白说 一个人到几十岁 有什么可能没有霸痕 实众 不是,我没有 你今天没有 过两天你就会有 下距你就会有 总之你这些室里面也会有 有害之徒 有酒井之徒 八字里面有个有有有海 这两个字也会有 这个人是喜欢喝酒 食衣 不是,师傅 我不能喝酒 那你怎么说 喂 那你的复原很好 你的八字虽然有 但你后天原来帮了你 还有一件好处的 你应该有两兄弟 那他说 不是,师傅 我只有一个 你过了 你回去问一下你妈 下跌了你不知道 我没有下跌 好了 你都离开了 你会不会回去 找师傅宣章 来看风水 连算命的人 你一坐下 你就知道他一定心中有事 你第一句 跟他说一件事就可以了 不要紧 你放心 万事都有解决 这个说话可以收 他很多钱 因为他发觉 解决在你身上 在镜头面前 私无忌惮破解风水的 张伟强James 是一位坎鱼界的六行专 他冒着被行家投诉 打烂自己饭碗 都是想借自己的故事 让人看清真相 十多岁我记得 就是家里去的丧礼 去到念房 进去看见死人 躺在那张床的时候 真的很害怕 究竟怎样可以不死 我小时候读佛教学 高增内宗尼会讲学 天天去念经 潜心学佛好 我始终离不开轮回 我跳不出三界 你说我下一世会好 这是下一世的事 那我今世呢 我现在是否要面对苦难 在机缘考核里面 我十多岁那年 遇到一个师傅 我收你当徒弟 家里有个神坛 教一些请神 触鬼 通水 学武坏 由那个时间开始离开佛学 离开佛学 因为我发觉原来有法术 过程里面 我跟过很多师傅 好像香港第一代 教风水 有个姓林 很多在电视机上 看到的都是他的徒弟 读中学作文 故意在文章上 写一些算命 风水那些东西 同学仔 很小的时候 就说这个是师傅 那时候就很聪明 告诉他 明天你的书包会不见 后天你会生病 都挺准 每一次把经验累积的时候 你发觉你的准确度越来越高 而且你对那个感觉越来越强 读完书出来 做事是一帆风顺 八九年 老板说 我走了 我就跟我打工的老板说 那你走 不如那些人我接 那我当时接了端子生意 自己摆个风水阵 很快游起厂买地 觉得自己的风水能力不错 我都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就是自己出来开档 于是 James把生意全权交给太太 自己就主力帮人看风水 他的定位 还有别于一般风水师 开个写字楼 放个档口 整个悲书 你就是一般说明老 你不收你多少钱 我就要做隐世师傅 坐下 你给几十万 没有几十万 我不看 嚇怕他 我就告诉他你是我朋友 不要紧 我赠你的 其实我在这个赠的过程 借他把口和我宣扬 这个师傅 跟街边那些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上电视的收五千元 这个二十万 怎样 不是那回事 第一次看风水去跑马迪 有一个人买了一间旧楼 拿着罗庚上去 一去到入门口 那个女人带着个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 跌了地下 趴在地下 我就细备了 那很简单 我收工 喂 这间屋很陰 很多邪灵在这里 不能进去住 我收了五千元 那间屋好吗 其实坦白说 我连罗庚都没开 金管局里面 一个都挺出名的人 他上到来 很沮丧 问一句 好 告诉你 二十万 他真的开张票给你 你那里放几个纸水晶 那边放几个玫瑰花 新鲜的 你每天都要换一下他 你就会解决这些问题 当他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的心很自然 他觉得 得了 但是在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自己良心都过不去 你不要这样骗人 錦田有一个村的村长 请我回去看风水 我拿着罗庚一进屋去看 然后我就一坐下 我说 这个屋应该有很多个癌症在这里死 他说 你很厉害 他那间村屋旁边的工压电纜 就在窗盘旁边经过 那条工压电纜 我拿着罗庚 那支针停了 即使动都不动 你想想磁场大到这样 一个正常的人 在一个这么高的磁场底下 你说他怎么可能不生病 其实可以说到很严妙 这个地方很陰 这个地下有很多鬼 但是当时我很老实地告诉他 道行再高 都敌不过良心的宅备 不过人在江湖 James始终要跟随游戏规则 几十年来他四出看风水 唯独有一个地方 他一定不去 直到2011年 他才破戒 一路拖着孙女行上场 走过 有间教会 爺爺我要去那里 那时是三岁多 不是吧 那些大人坐在那里 不准说话 很静的 没有小朋友 不是啊 爺爺我要去那里 我满身发力 我进去的教堂 是不是要跟他斗法呢 叫他进去 但是他说不好 一会就拉他进去 老本行 立刻很快地把教会的人 扫描一遍 究竟哪些人就来教会 不听话 不乖 不孝顺 很反叛的人 全部坐在教会 在台上举手 赞美那个 以我们看相来说 打老母的那种 后期我发觉 这个是最孝顺的 那个妈妈不能走 推着轮椅 陪妈妈去看大戏 破了我 第二个星期日 早上起床 我孙女又拍完 爺爺 我又去那里 遇事者 带了我三个星期 接着去了美国 睡不着 打个电脑看 看什么呢 想一想 去了几次教会 看圣经 第一章开始看 创世纪 一看 神创造天地 和我们杜家说的一模一样 盘古开天辟地 我心想 不知道谁是谁 新约我 麻太福音 搞错 讲家谱 佛经好 道德经好 我可以着粒字跟你说 但这本经书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回到香港之后 滴起心肝 做人生第一次祈祷 如果你真是神 你这么厉害 你找人教我看 第二天去到教会 台上那个举手跳 赞美又是他在那里 他赞美完之后 他落到你 直线走到我那里 一手踏着我帮头 他说 弟兄 我陪你一起看圣经好吗 我说 蛤 我问了一些人生的问题 他跟我说 弟兄 你很难搞 你的问题我真是不懂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我介绍老师给你 这个皇帝兄对圣经非常熟悉 他开放自己的家 他跟你一天讲到黑 间短的看 哈巴谷书得三张 看完一次一次 半两天的时候 我看了四十多次 哈巴谷先知一二神 过程里面 变了 还赞神 爱求神的过程里面 最后变成欢呼吶哭哭 哇 神你很伟大 其他宗教没有这件事 我看其他经书 不会看到这些场面 是令到我沉迷了下去 捉住皇帝兄 你解给我听 可能我习惯了几十年 是好像用解签方法 看圣经 某一两个字 我去找英文你怎么说 希伯来文你怎么说 每天看十几个小时 你原本圣经不肯放手 决定去跟随这个主 圣经就好像一块磁石 这样将James吸住 除了吃饭 睡觉 他输不离手 还发现当中 有很多有违自己以往所信的一套 瑜伽思想提出 人是最难过独处 很多歪念 就是在你独处的时候出来 我拿着垃圾走到街 我看到垃圾桶很远 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没有人 丢了 我信佛的 我信道的 不行 你没有任可以 不要了 拿回垃圾桶 扔上去 原来基督徒不是这么想过 是因为我爱他 我爱我身边的人 我不希望将不好的东西带给我身边的人 这个就是最大分别 你不知道你继完你的音乐之后 能否抵上你的过 你永远都会是一个不开心的理解 而今天我信耶稣 我已经知道你洗干净 做我另一个新人的时候 我天天活得很开心 就算你今天犯错 你不需要念一万次经 去洗掉你的罪 你认罪会就行了 讲平安 我是个风水师 喝茶吃饭 派一张桌子给你 25号桌子 25交加必选主 付钱那不妙 23逗牛杀 说吵架 不要拒 67号桌子 不坐得 67交劍杀 说拿刀斩人 不要搞 今天我是基督徒 你不要叫我牌 25号桌子我要 家装了个神卫 早晚装香念经 今晚的朋友请你吃饭 遲了 过了四点半 黄昏日落 你还没记得装香 心不舒服 死了 拜太岁 还没记得装香 你明天走过石头 拼了个头 你也赶上他 入了他 死了 当然不记得装神 而基督徒是最平安的 我不需要考虑 我今天不记得祈祷 今个礼拜 主餐我没有领导 任何时间 坐巴士 我就在心里主行 你和我同在我便满足 你就已经很开心 年纪前我心脏病 入手术之前 个个都害怕 以前 毕业观音菩萨请来 请神上身 今天 我说 主啊 我不知道祢的主意 我只是求一件事 你和我一起进去 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 我完全一点都害怕 如果神那分钟说 我要接祢回天家 我可能会鼓掌 我不是害怕 喂 我的信仰原来是这样 很多人都问我 你经过这么多宗教 你只是玩一下 你过两个月 你走去信拜其他宗教 我就很清楚告诉你 不是 我以前经历这么多宗教 原来我没有归宿 今天我很清楚 我归宿 我有头有主 不是靠修炼自己 如何跳出三界不在五行 如何进入列盘 如何成仙成佛 不是这回事 我今天原来我跟主就可以了 看圣经的感觉很深 就是说 天国近了你便应当悔觉 是否我犯了什么错 悔觉原来悔觉不是 悔觉就是说 你肯定回转到神那里 真理是很吸引人 我有时听到 看圣经好吗 看得睁眼睡 我说你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可能睁眼睡 看圣经就没得睡 因为你是不停去追 我是悔恨自己太慈看这本圣经 信得太迟 James口中的这句说话 很多朋友都难以自信 这位浸淫风水近半世纪的 隐世风水大师 今天最喜欢和人分享 他对各种宗教的看法 每个星期都有时间 约我妈去喝茶 他说我朋友在一起 我去吧 我将个见证说给他们听 有些茶客走着走着 站在那里 围着一大堆人 差不多说完了 突然间有个很恶的男人来 冲过来 插拳头去打我 他说你个人在那里 说耶稣 我全程听你 今天跑马 就来开跑了 我拿着马机没看过 待会开跑我怎么办 我听完后在那里笑 开心 不是这群老人家 听完后 跑马都在听我说 然后我相信 肯定在他们身上会发呕 2013年 我和一群弟兄姊妹组 去湖南断孙 认识了James 当时他帮忙做翻译 当他和其他会众 去分享风水命理 也有不足之存 他又能够提出耶稣 这道福音 如何更加完整 让我们人生有个盼望 所以当他和会众 去分享这个课题的时候 是很有说服力 他的肤色 有点黑的 灰灰的 留一撕鬚 我幻想当他穿一件 道士袍 戴上帽子的时候 真的很像一个茅山道士 他以前和人看过相 多了几十万 但他能够可以愿意 放弃他以前的名利 所有的东西 来跟随耶稣 有时我一开口 牧师盯眼灯亮 一看着我 一上头我说 我今天说看相 我 或者我今天上过来 说虚算命 有时去到一些地方 我说我今天说观音 我今天很有冲动 我的信用是这样的 我的神是这样的 你拜见的神 我理解 我曾经经历过 我查过 我研究过 这些神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的 我不是攻击宗教 信不信你由他 我的责任就是全 年底八九月 那些人打电话来 师父 师父 明年楼年 怎么帮我看看 我反过来跟他说 不如这样 我给你一件更厉害的事 这个平安多过你去拜 我和你祈祷 那些人呆了 很奇怪 在过程里 是有人为了这种信主 为什么呢 他跟了我几十年 他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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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经历了几十年 做了这么多事 你早早 十多二十岁 让我相信耶稣 我就可能开心了几十年 但今天反过来想 如果我不经历你 你几十年 我又怎么去告诉别人 年过六十的James 回顾从小探索人生的奥秘 学会一套指点迷津的学问 不过 最终他离经半度 还在2012年接受洗礼 入道学法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寄石的仪式 就是把你的生命 寄到一样东西 有些人寄了一个石头 当年我们就寄了一个池公仔 日日受香火供奉 那你的导幸愈高 我觉得我受浸完 第一个感觉就是 扔不扔 如果根据我入道说 这条命来的 扔了死 如果我相信这个神 是没有能力的 我抵死 垃圾槽 拉开 扔掉 到现在四年 我没事 我神是最大的 我今年六十三岁 神很奇妙 被我兜兜转转 几十年 到我五十多岁 臭孙的时候 就叫我回到他那里 一直都是靠自己 觉得自己很聪明 很聪明 以前我不是太喜欢说话 我看不起人 觉得我需要跟你说 免得教你 出生来的姿态 就是师父姿态 大师姿态出现 今天神告诉我 天卑 顺服 几十年 最开心就是我做基督徒 在这里开始 我在这一分钟 我好喜乐 我觉得我会在天国里面 记得和James谈拍摄的时候 我们怕他会受到不少攻击和压力 请他要想清楚后果 但是他很简单 只是回复一句 我只是讲事实 James小时就想人生的问题 探讨人的终极归宿 他是一个宗教迷 研究过很多宗教 发现唯有上帝是创造主 耶稣是人唯一的拯救和盼望 他可肯定 信耶稣不是众多宗教之一 而是唯一的 信耶稣就是信世界上唯一的真神 可能有人会说 基督教太自私 觉得只有自己敬拜的神是唯一的 其他全部都不是 不过你可以反过来想 为什么人会敬拜神化了的人 为什么会拜人手所做的木头偶像 浸淋了风水五十年的James 看清楚了真相 今天选择相信独一的主 你又会怎么选 如果这一刻你有感动 我鼓励你跟我和耶稣聊几句 亲爱的耶稣 我以前满天神佛什么都拜 想着可以吹吉避空 想着会带给我很多财富 很多平安 谁不知我什么都得不到 我现在仍然没有平安 我相信你可以帮到我 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我相信耶稣你是独一的真神 求你将平安赐给我 将力量赐给我 带我走一条新的路 多谢你爱我 主耶稣 James沉沉密密多年 现在终于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 我们都很想陪你寻找人生的主宰 欢迎你立即打来CBN关怀热线 号码是3188-3803 你也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联络 请你立即登入CBN网页 加入CBN落透社 用金钱支持CBN 只需要每月200元 你就可以支持我们继续行善 我们会送给你《星火飞腾》第15集的DVD 你的留言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好像早前有位观众在WhatsApp说 我是一位基督徒 不过很久没有回教会 我刚刚又再看你们的节目 是讲一个33周出生的BB 有血管瘤 后来得到医治 你们每一集都很感人和动用 请你成为《星火有心人》 为我们每一集的播放祈祷 为每一位观众讨告 在你的Facebook和WhatsApp 和亲友分享 与《星火同行》 齐做有心人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心痛在太美好 齐触破冷房的世代 归收见证神自爱